每天這樣逼我能不瘦嗎 仙姿暴瘦了三公斤 高嘉瑜再談自己 近來幾乎一日一爭一 簡直到了業力引爆的地步 薪酬舊恨啊 業力引爆 薪酬舊恨裡 王歇宜大概也被記上一筆 因為他大爆高嘉瑜搶小孩餅乾 卻有錢買綠水軌 反而遭到網友攻擊 我不覺得說我有什麼 就是讓他可以記恨這麼久 那所以我也希望王歇宜議員 如果真的對我搶他兒子臨時 非常不滿的話 那我向他道歉 對昕日同事態度放軟 不過游淑慧指控他 出訪歐洲拖隊 使喚公務員 高嘉瑜不客氣反擊 他當時好像只是一個 市府的專員 為什麼可以去我也不知道 可能這個好市長 非常需要他陪同 這就是美品嘛 我就是負責安排 國際事務行程的 每一個行程都是我安排 除了他的逛街行程以外 你一句來我一句回 游書會和高嘉瑜 雙書戰線全面開工 不要這邊講一下就可以蹭個聲量 然後我就要回應他 他就可以跟我名字掛在一起 希望他能夠靠自己撥版面 不要靠別人撥版面 2018年蹭柯文哲 2020年蹭蔡英文 轉台無障礙的人是誰 蹭聲量這件事情 真的是沒人跟他比 高嘉瑜即便身陷房產爭議 還是繼續質詢房市問題 卻被內政部次長當場打獵 陽台不敬室內坪數 從這以來被視為孤鳥路線 這回的形象危機 演變成連環暴大亂鬥 恐怕也是高嘉瑜史料未及 三日新聞 綜合報導